作者 红色库尔斯克 据韩媒报道 10月17日在首尔举行的航空和防务展览会 Adix 2017上 韩国将首次展示一种叫做Bagong的多关火箭炮系统样车 该车将主要用于海防打击秘密潜入的地方海军陆战队 包括人员和各种登陆工具 特别是对手可能使用的气垫登陆亭等快速登陆载具 该火箭炮系统安装在一辆66卡车上 武器系统有两个20管的70毫米轻量化火箭弹发射器组成 全车共40管 这种70毫米火箭来自于武装直升机的基载火箭 据报道加装了红外形的导引头 具有简易制造能力 具有低成本和较高精度 韩国称这种火箭批量生产后 不会超过一万美元一枚 火箭重15公斤 射程6公里 该火箭炮在车尾还安装了一个可以升高的综合光电维杆 从火箭炮的设计来看 该炮并不是作为远程火力覆盖用的 而是辅助海防部队进行近距离火力支援的一种武器 也是符合韩国海防特点的一种本土武器 在海防和反登陆作战中 韩国主要面对的是气垫船 半前山等特殊登陆工具 以及潜入的蛙人 配合海岸警戒网 这种制导火箭6公里的射程 足以将敌人消灭在滩头 其实就是一种廉价的代替武装直升机的存在 作者庶名红色库尔斯克